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球队取得新赛季联赛开门红 也实现萨里之交英超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在这场比赛中 刚刚加盟蓝军一个月不到的诺日尼奥打进一粒点球 但他在整场比赛中的组织传球能力 却让蓝军在进攻配合中打出很高的技战术含量 有他在 怪不得萨里现在不怕阿扎尔想要离开 本场作客挑战哈德森·菲尔德的比赛 是萨里接手蓝军后打的新赛季第一场正式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 他排出的蓝军首发阵容 跟上赛季孔帝的常规阵容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门将库尔图瓦离开后 换成了天价门将科帕 而上赛季被孔帝打入冷宫的路易斯 也不出回到首发位置 搭档吕迪格打中类 相比空必吸管排出三中类比 萨里的防线是四人站位 阿斯皮利奎塔和阿龙索分居左右两个边 而在中场方面 新元诺日尼奥毫无疑问获得首发 搭档巴克利和坎特 前锋线上阿扎尔坐在替补席上 萨里启用的是技术型的佩德罗和威廉 为中路的莫拉塔输送炮弹 相比孔帝的常规主力阵容 明显少了法布雷加斯和摩西几个大将 而在战术阵型上 跟孔帝力拼中场打三中类相比 萨里的蓝军虽然也重视中场的争夺 但萨里的蓝军更趋相于控制节奏 以船截倒脚的配合去推进进攻 这与孔帝的快速简洁反击战术有很大不同 虽然只是凭借阿龙索制造的机会获得点评破门 但这场比赛 新加盟的诺日尼奥表现非常突出 他虽然是以防守型的后标引进 但是时尚比赛中他更多的是在组织进攻 他的分球目的性非常强 合理又到位 特别是他一脚直塞球及距离斜 身边有坎特这样的扫荡机 诺日尼奥无论的进攻 还是退防 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很好的融入到全队的战术体系中去 如果不是莫拉塔表现低迷 状态不佳 其实诺日尼奥本场比赛 完全可以刷下几次助攻的数据 可以说 诺日尼奥现在俨然就是蓝军进攻的大脑 指挥官 从他整场比赛的组织传球表现中可看出 未来的蓝军在他的组织指挥下 就算前锋陷进球效率不高 但有他的组织传球 只要切尔西队打出耐心一些 是完全有机会攻破对手球门的 有他在 现在的阿扎尔在蓝军的战术体系中 已经不再不可或缺 由此 现在的蓝军已经不怕阿扎尔吵闹 想要离开加盟黄马 因为相比阿扎尔 诺日尼奥在战术体系中起到的作用更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